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讲的一个主题可能跟OpenStack的峰会稍微有一些不同 会介绍一下更偏应用方面的事情 而不是整个基础架构这一块的 但是呢其实后面我也会介绍一下 从腾讯的角度来说 我们来看整个这样一个生态体系 不光是底层的OpenStack 以及K8S啊 微服务啊 应用啊 等等的 整个这样一个生态体系 我们这边是 腾讯这边是怎么样去看的 以及说从一个生态圈的角度来说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套完整的 一套给客户的一套完整的方案 先从故事从一开始来讲吧 就是无论说是怎么样类型的客户 我们最后交付给客户的真正需要的是 把客户的业务或者应用 能够非常顺利的 好的跑起来 无论我们是做云平台 我们是做容器平台 还是最后我们去做什么微服务啊 等等的 最核心的理念还是说我们希望客户的业务 客户的应用能够很好地这样做一个运行 而在现实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总的来说我们总结下来会有这三方面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第一个是一个僵化的IT架构 在座的同学 其实如果仔细去想一想的话 我们目前在生产环境中所用到的IT架构 其实往往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前那套IT架构 整个IT架构是没有做这样一个更新迭代的 第二方面是一个单一的供应商的问题 就这个其实从很多用户角度来说 其实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先期采购了某某厂商的整套IT系统 今后我们想做一个转换 或去更新升级 或去添加新的模块 用其他厂商的会变得非常的难 第三个是一个海量增长的这样一个运维压力 运维这个东西 十年前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受到重视 因为十年前的IT系统相对都非常简单 但十年过去了以后 我们逐步认为 当我们从简单的应用 转向了所谓的服务化 像互联网架构等等 运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瓶颈 而目前大量的IT系统 非常难地去支持这样一个海量的运维这样一个问题 基于这三个问题的话 就需要一个考虑 就思考一个问题 说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目前有一个词很火 叫云原生应用 很多地方都在用 这边的话 今天我会大致介绍一下 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真正从应用的角度来说 怎么样通过这样一种云 去解决应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 说得更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希望今后的应用 会朝哪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所谓互联网应用 或等等 有这四大 第一个是产品的快速迭代 以前也许我们去做一个应用 可能说我们会花三个月的时间 做一个需求分析 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去做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开发测试等等 而目前我们遇到的大量的新兴的应用 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是希望在最快的迭代周期内 应用上线 采用它的价值 整个市场变化的非常快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保证说整个应用 以及它整个开发流程 能按这种模式去做 这也是以前所不能达到的 第二个就是所谓服务化的 7×24小时不间断 也许以前的服务的话 你间断 间断个几分钟 或甚至半天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现在我们生活 或包括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都和应用紧密地联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微信出了一个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会中断我们所有的通讯 所以7×24小时 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服务 也是一个当代的应用 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第三方面是业务的复杂 组合的这种复杂程度 以前我们说的话 是一个单一的应用 或一个简单的应用 提供一个端口 或等等 就可以去实现它所谓的功能 而目前的话 其实说整个应用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复杂到甚至不是一个团队 或几个团队能独立开发 需要去协作 去联合不同团队 去做这样一个组合的工作 最后提供这样一个应用 那在这样一个组合的过程中 那怎么样能从数据层面 或是从业务逻辑层面上 去实现这样一个组合 也是应用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一点 就是海量的用户 用户变得越来越多 我们日常生活中 已经离不开任何一个服务 应用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怎么样能 使一个简单的应用 来支撑海量的用户 这也是应用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基于这点的话 其实 我们有做这样一个思考 和这样一个统计 我们其实认为 所谓的云计算 从07年08年开始云计算 它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把它命名为叫 资源上云 说的直白一点 何谓资源上云 就是传统意义上 我们把一个服务 全部安装在一个物理服务器上 而随着云计算 和虚拟机的推广 我们逐步把这些服务 安装到一个虚拟机上去 在这个过程中 应用本身没有做任何改动 所做的改动 其实是底层的架构 对应用来说是无感知的 这就是所谓资源上云 其实资源上云这个步骤 其实我认为到16年 17年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大部分已经从传统的那种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迁移到了 这样一个虚拟机的过程 接下来就第二步 叫所谓的业务上云 或应用上云 何谓业务上云或应用上云 它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 前期我们对应用 没有做任何的改造 该怎么跑的应用 无非是从一个物理服务器上 跑到一个虚拟机中去了 而在后期需要考虑的是 应用怎么可以通过 利用云计算 这些底层基础架构的 这样一个优势 逐步来提升 应用本身的质量 说得更直白一点 就是说前面我列了 四个应用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我们怎么样通过底层的 这样一个云计算的基础架构 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第二步所谓的应用上云 而应用上云 目前遇到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它和核心利益出发点在于 需要应用本身去做这样一个改造 而这个应用改造 已经不是底层基础设施的问题了 是需要和客户 使用者等等 各方面一起协作 去做这样一个应用的改造 而这个是目前的 一个一大痛点和难点 总的来说 如果说我们展望一下将来 应用和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应用更关注于 整个业务逻辑的实现 而云计算是作为一个底层的支撑能力 可以提供各种资源的支撑 调度 编排等等的工作 这边的话 我得说明一点 这边的所谓的云 其实是一个更广义上的云 而不只是纠结于这个IS层面 这边的云其实包括 比如说OpenStack 基础云 以及说包括容器 包括微服务 整个这一套我们都认为是一个 广义上的这样一个云 而底层的这样一个云 会给上层应用提供一个很强的支撑功能 使今后所有应用的开发厂商 只需要去关注他们自己的业务逻辑 而不需要去考虑非业务的 比如说怎么样做负载均衡 比如说怎么样做高并发 怎么样支持海量用户 等等这方面的事情 应该是底层云给他去完成的 而基于这样一种模式的应用 我们认为就是所谓的云原生应用 在谈云原生应用之前的话 就大致说一下 就所谓的整个应用架构的 占一个眼睛的体系 这张图其实互联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所谓一个单体应用 传统意义上我们大部分目前的应用 都是所谓的单体应用 只有一个挖包或一个甲包 里面有所有的业务代码 包括数据库等等都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单体应用中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很简单 它非常的简便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但它有坏处 当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 复杂到我们已经无法 独立去维护这样一个应用的时候 整个应用已经无法 持续发展下去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能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当整个业务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 转换这种单体应用的架构 于是就是非常火的一个 叫微服务架构 这张图也是到处都可以看见 微服务架构的一个核心很简单 就是我一个应用 可能说随着它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多 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项功能 而微服务架构它希望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个应用进行分拆 以服务化的形式 提供实现和提供每个功能 这样的话 每一个服务 其实是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单体应用 无论从前期的开发 维护 部署 持续的演进 都是可以集中在一个最小的单元中去 而这些单体 这些单体的这样的微服务 通过协作去交付 实现和交付一个真正应用 我们所需的这样一个复杂和庞大的功能 就是所谓微服务的架构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说是基于一个微服务的架构 去实现一个应用 本质上它在底层做了哪些工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开发 比如说我这边举个例子 是一个Eastio 就是服务网格去做这样一个工作 它虽然说 从业务层面来说 我只开发两个业务 但整个微服务框架在底层 其实给它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 通过类似于Sidercard的机制 和控制平面的机制 可以在控制平面上实现 比如说服务发现 段容 负载均衡 线流 等等 各种各样的功能 都是在底层 云给它做了这样的支撑 什么是好处呢 好处就是在于 在这个过程中 从上层的业务来看 它是无感知的 大家如果看 对比一下这张图和这张图 会发现 这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从不同的视角 前面一个视角是所谓的开发 就是开发者的视角 后面一个视角是所谓的 就应用的视角 从应用的视角来说 大家会发现 我应用只需要去开发 我自己的业务逻辑 也就是 也就是 这两个service 而剩下的那些工作 都是由底层的 微服务框架去实现的 而整个微服务框架的实现过程 是自动化的和无感知的 对应用来说 它是没有任何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需要去额外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 在业界说的很多的一种 叫那种 无入侵式的微服务架构的一个好处 无入侵式 换句话说 我开发一个业务 我就是开发这样一个业务 我不用去添加额外的一些代码 使它去对接某某微服务框架 而整个微服务框架的对接 是通过那个side card的 这样一种 一种无感知识的模式 给直接对接进去的 而这样一个过程 就大大会简化了 今后 所谓的我们开发应用过程中 应用本身的管理 换句话说 回到我前面一直说的一句话 我们是希望今后 从应用开发角度来说 它只关注于业务自己的逻辑 而不需要去考虑 非业务的那些底层云 怎么来给它提供这种支撑性的功能 所有的这些支撑性的功能 都是由云底层自动的 无感知的给上层提供的 这样能保证 大大的第一方面 是提高了开发的效率 第二方面是保证的开发的质量 因为大家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你让一个做财务软件开发的团队 去做一套高并发海量用户的应用 它是不知道怎么开发的 它那么多年的经验 只是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财务软件 对高并发海量这种特性 其实它是并不知晓的 而云所能带给的就是说 作为一个财务软件的开发团队 你只要去关注你的业务 而整个底层的云 可以给你提供这样一套高并发的机制 帮你实现这样一个高并发海量用户 而这才是真正云原生应用 可以给今后应用带来的一个改变 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理解下面 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才叫一个云原生应用 首先云原生应用的第一个字是云 这个云是怎么来理解的 就是第一个特性 说云计算管理物理设备 这边其实说所谓物理设备 是所有的物理资源 以及虚拟化资源 换句话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云 不是说有了K8S 这种编排器机制以后 我们不需要云 我们其实是相反 有了K8S之后我们更需要云 因为我们需要云去管理底层 所有的那些物理资源 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向上提供 这样一个支撑性的能力 第二点就是容器化封装和编排 从应用的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简化整个应用的 生命周期的管理 那怎么样能来简化 这样一个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呢 我们要通过容器和编排器 就K8S来实现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容器和编排 把应用的每个微服务 进行一个打包的工作 然后通过编排器 做一个整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去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点就讲到一个面向 微服务的这样一个架构 换句话说 单体应用我刚刚也提了 越来越庞大 庞大到我们无法去管理和支撑 那怎么来做呢 我们做这样一个微服务的分拆 分拆之后的话 所有的应用的功能 都是一种微服务的形态 提供给整个应用去使用 第四点叫业务的全域建模 这个问题就会复杂 我们希望做一件什么事 或者说 目前业界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能会听到这样一个词 叫所谓的烟囱效应 或烟囱应用 换句话说 传统应用开发的过程中 每个应用是独立去开发的 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每个应用所用到的数据 是无法打通和共享的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可能在应用A中 你有一个字段 叫用户名 而在应用B中又有一个字段 叫user ID 这两个应用是给同一个用户 同一个企业使用的 其实是一回事 只是说在不同的应用中 它们会不一样 这样的话 有一天 如果客户有这样的需求 他希望把所有的账号 机器给打通 怎么样去做这个事 这就是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做一个业务的全域建模 换句话说 所谓的全域制止 一个客户 他所有的业务数据 我们怎么样保证 在前期就做一个打通 保证后期可以实现 这样一个数据共享 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问题 最后一点是 自动化的运营 或者运维的工作 换句话说 当一个应用被分拆之后 一个应用变成了十个 甚至一百个应用 运维 不能再像前期那种 所谓的手动地去运维 做这样一个工作 在这个前提下 能怎么做呢 就需要通过自动化的机制 去实现这样一个 自动化的运维和运营 保证说今后整个平台 应用以及底层的基础设施 是以自动的模式 去实现这样一个运维工作 而满足了这几天的应用 我们才认为 至少腾讯内部来认为 才是一个真正的 合格的云原生应用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话题很好 其实是 这张PPT 其实是昨天刚刚加的 因为昨天 其实在媒体见面会上 有一位记者就提过 这样一个问题 那所谓这样 云原生应用 或什么 跟国内说的 比较火的一个词 中台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其实中台 这个在国外 其实并不太多 昨天我还特地 给John Norton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中台 英语叫 Middle Platform 是什么呢 首先一点 讲一下这个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可能在座 有同学已经听过了 就是所谓的 马云的去 某某去的一个公司 叫Super Cell 这个公司 然后发现 这个Super Cell 这个公司其实 效率特别高 他们是开发软件的 有一块软件 就是什么 Clash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游戏 我不玩游戏 然后有这样一款游戏 他们的好处是 这个公司开发游戏 效率特别高 往往一个游戏 从前期的需求分析 直到后面的上限 会在两至三个月内完成 就很好奇说是 怎么样一种 公司的体制 机制 能支撑这样一个 非常灵活的业务 的这样一个过程 最后发现是 这个公司 他们把游戏 所用到的一些 公共的引擎和组件 全部下沉到了一个平台 而所有的游戏开发团队 规模只保持在 五到十人 他们只会去 开发他们的业务逻辑 而所用到的那些 公共组件都已经 已经是下沉到了 这样一个平台去实现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 就是某某友商 说的比较多的 是什么小前台 大中台的概念 就是说公共性的功能 其实已经 都已经下沉 到了平台层面 每次我需要去开发一个业务逻辑的时候 我只需要去开发那一段 非公共性的 定制化的业务逻辑 而那些公共的 我通过调用中台 去实现这样一些功能 这样可以大大的简化 整个业务的开发的时间 节约了人手 实现了这样一个非常灵活的机制 那但是呢 这边就具体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了 那但是呢 怎么样去实现这样一点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属于 属于是业界比较通用和流行的说法 所谓的中台 可能会有三块中台组成 数据中台 技术中台 和业务中台 在说中台之前 先说一下和云计算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个叫所谓的资源后台 这个所谓的资源后台 核心就是我们的OpenStack 换句话说 整个资源后台就是 通过类似于OpenStack 这样的IS层面的 IS层面的这样一个平台 给中台提供足够中台所需要的资源 但是呢 我想说的更多一点 其实我们认为 整个资源后台 不仅仅是OpenStack 可能是OpenStack 可能会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存储啊 网络啊等等的 这一套方案 提供这样一个后台 有了后台之后的话 我们会讲到三个中台 数据中台 技术中台和业务中台 首先数据中台 其实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共享 或者所谓的 比如说数据仓库啊 或数据壶之类的概念 它的核心就是 我前面讲的和那个 全域建模是一回事 希望说在这样一个平台中 所有的数据都是打通的 换句话说 在电商的场景下 所有用户画像是共享的 在游戏场景中 所有用户的资料也是共享的 而数据中台的话 提供这样一个数据共享 以及大数据分析的能力 接下来讲到技术中台 和业务中台 也许同学们 这边在座的同学们 不是怎么理解它的区别 曾经也有好几个 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去解释 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你有一个银行客户 还有你有一个零售的客户 技术中台和业务中台 区别在哪 当你提供的这些共享模块 银行客户和你的零售客户 都可以使用的时候 这些模块就是一个 技术中台的模块 当你有一些模块 只能给银行客户使用 而不能给零售客户使用的时候 那是和它业务强相关的 那就是它的业务中台 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区分 业务中台和技术中台的区别 说得更直白一点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当我们提供 整套技术中台的时候 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 那些公共的技术组件 比如说集群模式的数据库 比如说缓存机制 Redis 卡夫卡 消息队列等等这些 所有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 这样一些技术模块 我们认为是技术中台 而比如说是和业务强相关的 某些领域的 比如说银行领域的 某些金融流程等等这些 其他领域用不到的 那就是业务中台 去做这样一个事 而基于整个一个中台 上面就可以去开发 你所谓的业务 通过最轻便 最灵活的方式 去开发你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就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中台 和这个云原生应用之间的关系 会是什么呢 大家去想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中台的目的是 有更多的功能 下沉到平台层面去 可以共享 那在共享之前需要 把这个应用进行分拆 以微服务架构的模式 进行分拆成了一个个 根据它的功能 去装一个分拆 然后通过中台 去给它提供那些 共性功能 而不需要它自己去开发 换句话说 我们一直认为 中台和云原生应用 或微服务架构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这样一个关系 只有当我这个应用 可以进行了分拆 分拆了之后 那我底层那些共享的功能 才能用来支撑整个应用 在这边大致就说了一下 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下 说整个应用 当它符合这六个条件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中台 去做这样一个支撑性的工作 包括标准化 无状态化 敏捷肌件 实距眼镜 面向切片 以及去中心化 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应用 才能做这样一个分拆 而用中台 去支撑这样一个应用 那就是说 基本上 就是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云原生应用啊等等 大家都想去用 其实这也不是说 推荐所有的应用 都去做这样一个改造 我们总结下来 只有在这四种场景下 应用能去做改造 其实对应用会带来 真真切切的帮助 哪四种场景呢 首先一个大型复杂系统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个单体应用 当它复杂到一定的程度 直到我们已经 无法去管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 这样一个分拆的工作 才能去支撑这样一个 去支撑这样一个业务 第二个是业务频繁升级 换句话说 我们业务需要 在很短时间 比如说一个星期内 就升级一个版本 跟经验功能等等 这种前提下 我们就无法说是 通过原先那种模式去做 只能通过这样一个 云原生应用的方式去实现 第三个是叫功能持续扩展 其实这第三点 其实在互联网公司中 用的特别多 当我一个服务 或一个上线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只完成了整个 最终业务的30% 虽然可以使用 但一些扩展功能 都没有实现 而我们也认识到说 这些扩展功能 会持续地进行扩展 那在这样一个模式下 那我们就必须说 有这样一种 持续扩展的能力 而云原生应用 这种模式是非常好的 第四种就是稳定高可用 回到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怎么回事呢 我一个财务软件 我要支持高并发 但是我财务软件的开发人员 我自己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高并发 而这个时候 通过把这个财务软件 以云原生应用的方式 进行一个改造 这样的话 底层的云 可以支撑它去实现 这个高并发 而不需要财务软件 自己去做 也解决了 这样一个财务软件的问题 只有在这四种场景下 我们是认为 做这样一个 以云原生应用的改造 是有必要的 并且会对业务 带来真真切切的帮助 然后整个改造的过程 其实这个是一个 我们内部自己的一个总统结 其实说换句话说 不是说我要改 或怎么样就能改型 而是有这样一个 我们有这样一个 规范和步骤去实现的 包括说是一个分拆的模式 怎么样进行一个分拆 以及说在这个 微服务分拆过程中 它需要有哪些规范和标准 接口应该怎么去做 应该分几个层面 每个层面去实现 什么样的功能等等 第三个方面 是个集成的模式 换句话说 我拆成了微服务 我通过哪种集成的模式 可以把那些微服务 去进行一个整合 去交付一个整体的功能 第四个就是 所谓的应用的状态分离 应用的状态分离的话 说得更直白一点 就是说 尤其在容器场景下 我们是要希望说 整个应用是无状态的 这样的话 只有在无状态的应用过程中 才能去实现 所谓的弹性的 这样一个扩展的功能 而无状态的话 就势必 大家可以看 做过应用的 我应用内部有四大类的 不同信息 包括配置信息 包括冷数据 是放数据库里面的冷数据 包括在缓存中的热数据 以及包括那些 对象存储的那些 固定的那些什么照片 logo之类的东西 当我开发这个应用改造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想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把这四类数据 进行归导 然后用不同的机制 去做这样一个状态性的分离 后面一个就是应用容器化 当我已经分拆完了 已经是一个独一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容器打包 上线调试等等 以及做的编排 最后的话 就是最后一点 其实不是非必要 但是是强烈推荐的 一旦整个改造过程做完的话 希望要接近 所谓的CICD流水线 保证它整个过程是自动的 我拆一个两个微服务 是可以做的 当我如果拆到一百个 甚至上千个微服务的时候 没有这个CICD流水线 会很繁琐 而且必然会出错 所以说最后一点 就是流水线的建设 只有我们内部 在做整个一个改造的过程中 我们会用整个一套这样流水线 分为这样六部去实现 好 那最后来介绍一下 腾讯内部 我们是怎么样来 面对这样一个应用的 这样一个上云的 业务这样一个上云的 这样的契机 以及说在这个契机过程中 我们是提供了什么样一些产品 以及服务以及能力 首先的话 我们今年推出了 就是T-Stack 这个腾讯的IS自有云 是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也是OpenStack的白金会员 以及说是 做了一个很好的 这样一个底层自身的能力 前几年都有介绍过 所以今年我就不介绍这一块了 然后重点介绍一下 上面两块属于今年额外做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TCM Platform 腾讯云源是中台 它的理念就是说 希望说能提供这样一套 完整的平台 来支撑上层的应用 而整个中台的话 包括容器 包括微服务 包括中间键 以及大数据和AI套件 整个这样一个四块 保证说是 无论哪种类型的应用 它在改造过程中 它所需要的那些技术组件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中 给来实现 为什么会有容器平台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刚刚说过了 我们是希望改造后的应用 都是以容器的形式 在K8S上进行跑的 这样的话 对整个应用的 顺便周期管理 会是一个非常便利的 为什么要是 微服务治理平台 它是一套基于 Service Mesh 实现的一套 微服务治理平台 它在核心理念就是说 我们就像刚刚说的 希望开发人员 去更专注于 它自己业务的开发 而不需要去 更过多地考虑 那些非业务性的 治理工作 第三块就是说 基于腾讯内部 大量的 这样应用 我们改造过程中 包括我本人已经做了 全百上千个应用的改造 我们积累和沉淀了 大量那些应用 所需要用到的公共组件 包括技术层面的 包括业务层面的等等 而我们会有这样一个 叫所谓的组件库 使应用要用的时候 直接去组件库里面 可以去使用 而不需要自己独立 再去开发 最后一块的话就是说 当更好一些的应用 大规模的应用 它需要接入大数据 通过人工智能 去做那种什么 什么AI Ops之类的人工智能运维 等等工作的时候 腾讯会 我们会帮着客户 接近我们的 大数据和AI的 这样一个私有化产品中去 这是中间这一部分 叫TCM Platform 腾讯云院生中台 去做什么事 以及基于这个中台上面的话 我们又做了另外一套平台 叫做应用改造平台 换句话说 以前的应用改造 全是手动去完成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自己去做分拆 去改造 去调试等等 手动去做 要搭建一个环境 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 当你改了一个两个的时候 你还能接受 当你改了十个的时候 你会抱怨 当你改了一百个的时候 你就会崩溃 所以能做的事情是说 怎么样能把整个改造的过程 做一个自动化 而怎么来做这样的自动化呢 就是基于我们这样一个 改造经验 我们就做了一个 自动化的改造平台 叫TCM Platform 这样一个 腾讯应用改造平台 在这个改造平台上的话 是我们是第一家能实现 首先呢 是打通了容器和虚拟机 用一套微服务质疑的框架 同时去治理容器中 和虚拟机中的那些微服务 大家可以 我这边要主动说这样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服务网格 ServiceMesh Estill等等的 它是只能用在虚拟机中 只能用在容器中的 它只能去治理容器中的 这样一些微服务 因为它用的是那种 Sidercard的这种一个机制 用了一个invoid的套件 去实现的 而我们这边 却能做了一个什么事 我们这边把自己自行研制 开发了另外一个Sidercard 是可以跑在虚拟机中的 这样保证说 是我一个原先的单体应用 当它在虚拟机中 安装和部署之后 可以通过整个微服务的 治理平台 也去进行纳管和治理 从微服务的治理平台来说 它不会去区分 是在虚拟机中 还在容器中跑的 虚拟机中还在容器中跑的 这样一个应用 这就带来了一个 很便利的治理的方式 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我一个传统的应用 原先是装在虚拟机中的 在虚拟机中进行 这样一个部署和连连条 但我想逐步地 用类似于 比如说业界说的 什么绞杀者模式 进行分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说 逐步把它这个应用中的功能 一个一个剥离出来 一个一个在旁边的 容器平台上给起了 而通过整个微服务治理 同时进行一个 路由服务发现 负载均衡 灰度的工作 而对整个应用来说 是一个无感知的 这个也是业界第一款 能做成这样的一个 超融合方案的 那个产品 这边我就大致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 就底层的那个是T-Stack 是一个 就是基于OpenStack的 这样一个大型的平台 腾讯内部的话 直到目前还是 运营和运为着 全球最大的一个 私有化的OpenStack的 这样一个集群 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们讲到的 一个腾讯云原生中台 这个中台的话 是由容器平台 由微服务治理平台 以及由运为平台 等等组成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 可以对上层提供 这样一个支撑性功能的 这样一个 一个原生中台 最后讲到了一个 TCM Pub 腾讯应用改造平台 它是核心 是一个操作平台 在这个操作平台上 可以更便利的 自动化的 把原先的单体应用 和那种传统式的应用 逐步迁移到 云原生应用的 这种架构上去 包括做微服务的分拆 容器化的打包 自动化的流水线的建设 等等这些工作 都会通过这样一个 操作平台去实现 最后再来说一下 就是这张PPT 其实是我们老板 昨天在那个 Keynote上也讲了一点 为什么会重复这张PPT呢 就是说 当大家看到 整个这样一个 产品体系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个误解 就是认为 腾讯会把所有的东西 都给做了 这是一个误解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自从三科大战之后 我们这边有一个 叫所谓的 腾讯希望去建立 这样一个生态体系的 这样一个过程 具体来说 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 要求是说 我们所做的任何 2B的产品 下不喷硬件 上不喷业务 怎么来解释 这样一个问题呢 下不喷硬件 腾讯不会做硬件 大家可以想象 QQ和微信 做得那么好 但是我们从来 不会去做手机 因为我们说得很明白 我们不会去 喷硬件这块 留给合作伙伴的蛋糕 上不喷业务 另外一个 是什么说法的 就是说 我们不会去做 真正的客户的 那些业务应用的开发 我们只做中间 那个连接的 这样一层 所谓的中间连接的一层 包括说是 云平台 容器平台 微服务 以及这样一个中台 而在中台中 刚刚我也说了 其实分为 技术中台和业务中台 腾讯能做的 其实基本上 只是这样一个技术中台 我们提供公共的 技术组件 而在不同的领域 我们希望去找到 领域的合作伙伴 基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去实现它的业务中台 而通过这个业务中台 也是希望我们的 合作伙伴 帮着去给最终的客户 去交付他们的业务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最后会放 这样一张PPT的原因 我们提供的是 这样一个技术的生态 同时的话 我们把整个业务的生态 留给了合作伙伴 就像我们老板 一直说一句话 腾讯是希望把说 我们的半条面 交在合作伙伴手里 我们提供底层 这样一个中台的基石 这样一个基座 以及一套标准的 流程和规范 而希望我们合作伙伴 是基于这样一套规范 去实现他们的业务中台 去实现他们最后 真正交付给客户的业务 今天我这边 讲的就是这些 如果大家对整个产品 会感兴趣的话 可以 散发这个二维码 这是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提 我看时间 大概还有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说一下 我问一个 那个中台的这个概念 就是我听说啊 就是阿里的话 他通过这20多年的发展 说是积累了 他自己的很多业务 说有十几万和几十万个 这种Apple K层运行 我估计腾讯也有很大规模 就是自己业务发展的 这种Apple K层已经跑了 可能好多 因为一开始没有中台的概念 可能都是烟囱式的 因为随着业务的发展 需要快速地上应用 那么现在有这个中台的概念 那是不是腾讯也面临着 自己支撑这些Apple K层的 要再把好多东西下沉下去 做成中台 因为你不可能说 一开始Apple K层起来的时候 就有中台 那么这种下沉的过程 是不是很复杂 或者是 是否真的能可行性怎么样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有两个答案 就是一个是腾讯内部 是怎么样去做的 第二个答案是 我们是怎么样帮我们的客户 去实现的 首先腾讯内部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所在的部门 在腾讯叫企业IT 它是给腾讯 原先是给腾讯建设 整个它自己的IT系统的 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样一个IT系统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近三五年来 我们已经接触到了 大量的说原先的业务的 这样一个改造 在改造过程中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 你改第一个应用 和改第二个应用之后 逐步你会发现 我们每次改的应用中 总有那么几个功能 是差不多的 这时候 就是从一个马农的角度来说 我们肯定会想 怎么样去可以简化 用酷的形式 用服务的形式 等等形式 把它沉淀下来 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自己有改 就是改了好多应用之后 就有沉淀这样一个 对 自身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的话 我可以举一个是 某某 可能中国牌 我们有个客户 是一个中国牌 前50的一个 非常大的集团 我们也给它建立了 整个这样一套体系 从底层的IS层面 以及中台的建设 以及上台应用的改造等等 帮助他们去改造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也是去做了这样一个 给我们的客户 去建立一套完整的 就是这种后台 中台前台的这样一套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是帮了它去沉淀了 它所需要的那些组件 这个沉淀的过程是分两类 一类的话是属于 比如说那种标准的 什么数据库啊 缓存之类的 大家都会用到 细先就可以准备好 还有一类业务中台的沉淀 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 我们是伴随着客户 在这个流程过程中 逐步去分析以后 才把它那些公共组件 给往下下沉了 就有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中台和pass的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 中台和原先我们说的pass的关系 是怎么样一个区别 我给这样一个 我讲了很多 今天你们讲了一点什么 就是容器和微服务 然后的话 其实中台和pass 一个最大区别 我个人认为 中台只是一种理念 怎么样来共享 这样一些服务 你可以是以这种pass 多租户的形式 提供这样一个共享 你也可以是以容器静向的形式 提供这样一个共享 两个的核心区别在哪 如果是以pass 多租户形式的话 我只起了一个服务 给所有的应用同时使用 而我以容器微服务的形式的话 我是给每个应用 起了一个单实力 它有自己的实力 这个实力是不共享的 因为在很多场景下 我们不希望用那种 多租户的pass模式 有安全的因素考虑 有平台稳定性的因素考虑 和便捷性的因素去考虑 以及迭代速度的因素去考虑 这些因素的话 我们不希望用pass多租户的模式 去实现 而因为容器和这种 K8S技术的成熟 把这种服务 打包为一个容器镜像 我随时可以起 随时可以用 这样会用起来更便捷 隔离性也会更好 我的一个问题就关于 刚才East2的微服务框架 就是Spring Cloud 就是在腾讯的平台里面 你们怎么样看 Spring Cloud跟East2 它的一个是互部的关系 还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好的 谢谢 我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Spring Cloud 其实我个人认为 是做一套非常完整的 也成熟的一套 不只是微服务框架 因为Spring Boot 是一套非常好的开发框架 而基于这个开发框架的话 我们Spring Cloud 这样的治理 但是最核心的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只能加碼 如果我要做一个够的 我用不了Spring Cloud 而其实在互联网行业中 我们用够 用的越来越多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Spring Cloud对容器的支持 肯定没有East2做做的好 包括那种 入侵式的那种代码的 加进去啊等等的这些事情 都得去做 而从East2来说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 就是说我们一般 我们认为是有 这个整个Wave的框架的 一个演变有三代 第一代是Hard Coded 第二代是SDK Based 就是所谓Spring Cloud 就是SDK Based 第三代就是所谓的 服务网格Service Mesh 而我们认为将来的方向 肯定是第三代的服务网格 以及说是 在这个 但是不是说 这个服务网格的技术 就相对比较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是 像East2这样的 在生产环境中的 大规模情况下的问题 还是有的 我们做了很多优化 去优化这些 遇到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服务网格中 它可能会遇到的 可能会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怎么样来保证说 服务网格现在 只能用在容器中 我怎么样能保证说 服务网格可以同时 治理容器和虚拟机这一块 这个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去实现这样一个 打通的一个超融合的方案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